第六點呢就是外在的問題 你的皮膚跟你的整個身體的皮膚狀態一定會不如從前 再來就是身材絕對沒有你想像中的可以這麼快的恢復 我先講皮膚好了 我自己是有發現就是我的全身包括我的臉 就是會有很多的黑色素沉澱 然後這些沉澱是我現在已經生產完後兩年了 它還是在就是淡不了 除非你可能要去用雷射就是醫美的方式讓它淡化 不然它應該就是會在那邊了 這個也是身體上也是 不管是腿啊還是胸部或是脖子 其實都會莫名的發現 欸我怎麼多了一顆痣 或是我這邊怎麼會有一個斑 再來就是頭髮 頭髮反正就是四個月之後一定就會開始一直掉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還好的事 差不多一年多之後 它就會開始慢慢的長回來 身材啊你不要去看說什麼女明星他們生完之後一個多月就立刻恢復 那是因為他們是明星 而且他們在懷孕的時候就有在克制 我那個時候一直以為說小孩子一出生 我那個肚子就會立刻變很小 就根本不是這樣子 我生完之後啊我的肚子還像五六個月懷孕的時候那麼大 然後我那時候一直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怎麼都消不了 當然很多媽媽們就會安慰你說 因為你裡面還會有二路啊要排掉啊 可是我生產完後的半年吧 我之前的那些比較緊的褲子是還是一樣就是完全穿不下 真的就是只能靠飲食的控制然後還有運動 我真正恢復到我產前的身材我覺得要一年至少要一年 我是一年之後呢我才可以真的扣上我產前的每一條褲子 而且其實有時候不是因為說你胖了或是你的肉變多 因為其實像我產後差不多七八個月吧 我的體重其實有恢復到之前的體重 可是我的褲子就是穿不上 因為你的盆骨還是寬的 你在自然產的時候你的盆骨會被撐開 那它需要一年的時間 然後才可以慢慢的回來 那個時候我自己是有點心急啦 因為我可能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人家我看誰誰誰可能生產完之後很快就恢復了為什麼我沒有 可是其實就是真的沒有那麼快 就不要急 第七點呢就是如果你不想要吃宵夜發胖的話 你就只能有時間吃飯就趕快吃 其實我那時候真的很常吃宵夜 因為我女兒她一整天都在家嘛 然後平常午飯的時間好了 可能我要餵她喝奶 那餵她喝奶有時候忙一忙你就忘記要吃東西 等你想起來的時候可能已經下午了 下午可能就是她午睡的時候 那我可能就會兩三點的時候 我才會吃午餐 然後等到她吃晚餐的時間呢 又因為你要餵她忙得手忙腳亂 你根本沒有心情去吃飯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跟小孩子一起吃的話 就變成說你會覺得好像吃幾口就飽了 因為你每吃一口就要餵她一口 然後每吃一口她可能又把湯匙什麼什麼丟到地上 你就會一直幫她撿然後幫她洗這個洗那個 然後就真的也沒有心思吃飯 所以每次等到餵完她吃飯的時候呢 我才有辦法吃飯 可是那個時候可能又是 比如說你要幫她洗澡啦 開始要哄她睡覺啦 再餵她喝奶啊 所以其實每一次我真的能靜下心來 感覺到飢餓 然後想要有胃口吃飯的時候 都是等我女兒睡著了 所以那個時候我很常就是我女兒一睡著 我就會跟我老公一起點宵夜 那你也知道晚上其實能點的東西 其實都不會太健康 所以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很大一部分 我的體重下來的比較慢 可能也是因為我一直在吃宵夜 那如果要避免這個問題的話 那就是你要盡量有時間吃飯就吃飯 比如說她中午她吃完她去午睡 那這個時間你就趕快吃 然後早上起來餵她喝完奶 寶寶他們一般早上還會在take a snack 那她早上去睡覺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這個時間趕快吃飯 那個時候都沒有吃 就是因為我覺得那個時間很寶貴 就是小孩子去睡覺的時候 就是我可以自己在那邊滑手機啊 然後不管就是去泡個澡或什麼也好 我就寧可用那個時間來做一些 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就不想吃了 然後就會導致成說飲食很不正常 時間很不正常 所以如果能再重來的話 我覺得我應該就不會這個樣子 我應該會就是有空閒 先能餵飽一些肚子 我就會吃 讓自己不會那麼的飢餓 導致成晚上的時候 你就會打飽走 就是狂吃宵夜 第八點呢是 每一個寶寶都是特別的 他們都有自己的個性跟體質 還有習慣 所以真的沒有對錯 你在照顧上面啊 一定會有很多跟別人不一樣的方法 比如說像我那個時候就是 很多長輩們會跟你說 寶寶三個月之前就不要帶出門 因為他們會感冒 或是有很多細菌 會讓他們就是不舒服 所以那個時候 像我媽媽也是啦 我自己爸媽還會跟我說 欸他還小就不要帶出門 可是我就會覺得說 人家不是醫生都會說 三個月以前是寶寶 身體抵抗力最好的時候嗎 因為他體內還有媽媽的抵抗力 而且我不想要每天都待在家 所以我那時候 寶寶他滿一個月之後 我就會帶他出門了 我就讓他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帶出門的時候 常常有時候會有一些長輩們看到 就會說 你這個寶寶多大 然後如果你跟他說 才一個多月兩個月 他們就會跟你講說 欸這麼小 不應該帶出門喔 這樣對小孩子不好 因為我會覺得說 自己的寶寶自己最了解 那如果你覺得 帶出門對他的身體是無害的 那就帶出門啦 還有就是像副食品 副食品的時候爬了很多文 然後很多媽媽們或是專家們 會跟你說 因為他們那時候在嘗試吃新的食物 所以應該每一個禮拜只能給一種 然後那一整個禮拜 譬如說你這個禮拜 是胡蘿蔔好了 那你就是這個禮拜 都只餵他吃胡蘿蔔泥 然後看看他會不會有 就是過敏的反應 如果沒有的話 下禮拜也再試另外一種 可是我真的覺得 這樣子很沒有必要 因為有多少人會對胡蘿蔔 或是對什麼地瓜過敏 應該很少吧 所以我那時候都是差不多兩天吧 我兩天就是餵他吃一種泥 然後看他 欸沒有事了 那反正我兩天之後 我就再換一種 然後甚至他們可能說 一開始不要混 混食物 可是我想說 既然他對胡蘿蔔 對地瓜對洋蔥 都沒有過敏反應 那我就會混在一起 給他吃 所以我覺得我女兒他算是 比較早就是嘗試了各式各樣的食物 所以他對食物的接受度 也會比較高 新的東西啦 像他不喜歡他就是不喜歡 可是你給他吃一些新的 他沒吃過的東西 他還是滿願意嘗試的 所以我覺得說 在育兒這方面 真的是沒有對錯 所以我覺得 媽媽們你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嘛 那你就可以多觀察啊 然後多了解他們 然後如果媽媽們自己有信心 覺得說 應該是真的沒有什麼大礙的話 那就是真的沒有事 不用太聽旁人怎麼說 就自己做自己就好了 第九點我也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就是懷孕的時候 真的不要買太多東西 我知道很多就是 新手媽媽會緊張嘛 然後懷孕的時候 就是會聽很多別人的意見 我那時候懷孕的時候也是 我記得我懷孕的時候 我就跑去那時候快要生了 那我就在想說 啊就是如果要補乳啊 然後之後要是外出的話 難易出來的話就會不好看嘛 所以我那時候就還衝去 然後趕快買了三四件的補乳的內衣 然後又買了那個襯墊 就是可以塞在那個內衣裡面 吸你的乳汁的 我還買了補乳的睡衣啊 跟外出服 想說在外面的話 或是在家裡很方便就可以親胃 結果那些東西 就因為我之前提到的 我根本沒有母乳 後來也沒有在胃了 所以呢 完全沒有用到 就是擺在那邊 到現在我已經不知道它放到哪裡了 然後再來就是像口水巾 我那時候買了好多條口水巾 因為大家就會說 每天都會換很多條 因為baby會一直流口水 你叫一直擦一直擦 所以我買了七八條吧 結果我發現 我女兒根本沒有那麼會流口水 她只有在長牙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流 而且你一天一兩條也就夠了 它不太可能像大家說到 就是變得很濕 然後要一直一直換 所以其實 我那時候我覺得 我懷孕的時候買了很多東西 其實是用不太到的 有些東西我覺得你可以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月子中心一般人會住二十天到一個月嘛 其實你那二十天你就可以知道說 自己可能需要什麼 那那個時候可能可以托老公去買 或是現在網購很方便啊 你可以在網路上買 或是等你出月子中心的時候再買 其實都來得及 就不用浪費這麼多冤枉錢 最後一點呢 是有時候你是真的會感覺到孤獨 我那個時候請了孤獨假 然後就每一天就跟我女兒關在房間裡面 那時候也不太能出遠門 出去可能就一兩個小時就回來 那個時候就會覺得說 好像自己真的身邊沒有什麼朋友了 尤其是因為 朋友都會知道你生小孩了 然後你出來也可能不是那麼方便 他們可能也不好意思打擾你 或是約你出來 有時候約了你可能也不見得可以出來 所以那時候就會覺得說 生活好像就是有一點 全部都是圍繞著小孩子轉 自己好像變得不認識自己 那一陣子因為 頭一個月真的是會非常的累 你根本沒有心思就是管任何東西 可是有時候你就是看著鏡子 你也會覺得說 這好像跟我認識的自己不太一樣 不管是生活習慣還有外表 其實都變了 那個時候就會自己會覺得有一點害怕 然後也會覺得說很懷念就是以前的那種生活 如果一整天我就是剛出生的時候 你其實每一天就是無止境的在餵奶 換尿布餵奶 換尿布紅他休息 就是一直在這些輪迴 真的是有點孤單 覺得說生活有點沒樂趣 然後又很懷念朋友跟家人的陪伴 我覺得那個時候很重要就是 你還是必須要保持樂觀 告訴自己說這都是過渡期 因為你現在還不熟悉 你還在學習 當你感覺到孤獨的時候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有不一樣的心態去面對這些困難 還有這些生活上的改變 以前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我根本不會想要去讀書 或是我也不會想要去上線上課程 可是現在因為你的環境不一樣了 你需要那些新的東西事物來刺激它 來讓你重拾對人生的樂趣 還有熱情 今天的分享希望有幫助到各位新手媽媽們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訂閱你按讚 來表達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